520就職典禮主視覺以亮麗色彩以及線條 帶出正副總統臉部圖像 四個顏色分別象徵自由 民主 自信 友善 沒想到主視覺被質疑抄襲 跟藝術家Ena的作品對照 構圖 線條 還有色塊等相似度非常高 四個顏色直線條主視覺也應用在整個舞台設計 包括看板 同螢幕 還有看台 通通都有同樣元素 不過這主視覺設計被指出疑似抄襲 就是因為對比法國畫家在1977年發表 並在知名美術館展出的作品看起來非常像 而就職大禮包的貓狗徽章 幾乎於美國肯塔基州的收醫診所 花費299美金舉辦净土比賽的logo提案一模一樣 通常來說會有一些所在比稿前面的一個概念說明 那當然有時候在顏色的應用上 或者是類似的線條上呢 它是比較接近的 它只要能夠在設計者清楚的說明情況之下 它似乎並不見得會造成所謂的一個抄襲的問題 到底是不是抄襲 專家強調要參考設計師的創作理念 而這次520就職活動主視覺設計師 閻伯俊發出聲明 強調以共同交織出台灣的形狀為理念核心 彩色線段被廣泛應用在各種創作 選用這個設計要展現就職典禮 展新氣象並非抄襲他人作品 而貓狗會將禮品的設計是以公司購入商用授權的素材庫 重新製作等於有買圖庫 當然也因為包含總統就職典禮這樣的一個大型的活動 以及相關的這些議題 它是更受到所謂的一個社會大眾的關注 主視覺遭質疑是共知台灣還是抄襲台灣 雖然設計師跳出來發聲明鄭重澄清 但就職盛會也蒙上一層抄襲遺言 東森新聞生活中心台北報導